來跟大家講一下 2022年我最期待的10款手遊 但好像不只10款 2022年 2022年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王 2022年了 大家是否有非常期待的手機遊戲要登場 跟我一樣心懷期待 希望它早點上線呢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樣期待的話 那我們就不凡來看一下 目前大王我這邊想給大家介紹 2022年最期待的手遊 是大排行 2022年 最期待10款手遊 入圍的勇 尼姬勝利女神 Nicky the goddess of victory 好這邊先介紹第一款 尼姬勝利女神 這款真的優質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各位知道為什麼想玩了吧 你有沒有感覺到他的這個 Live2D這個角色做得是十分的精緻 他真的是十分的精緻 好棒好香 不僅你可以在 哇裡面有這麼多香香棒棒的妹子 喔你看那個背後的曲線 而且你們知道這款怎麼樣的遊戲嗎 來我找一下實際視網給你們看一下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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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大.... 我本來對設計遊戲沒什麼理事 我也玩的沒有很好 當然 尼姬 未來如果上市 好好的提高我設計技巧 第 2 款是這個 哦……呃 由這個犀魚的工作治療 魔方數位代理御這款 の Did H guys の 利希特 我覺得它給人感覺玩起來 界面有點像是 明日ファン多的那種感覺 當然 戰鬥起來了 遊戲玩法 好像稍微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在設計上面來講也剛好是我們最喜... 不要講我們 我最喜歡的那種類型的風格 就是美術啦到他的一些戰鬥遊戲畫面等等之類的 我個人覺得做的應該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第三款是我很期待 我的好朋友那個男人 藍貓 他更期待 崩壞 辛窮鐵道 他目前有看了一些介紹好像是 崩壞的故事裡面去呈現出有點放外篇那種劇情 然後他的玩法是回合制戰鬥 最重要的是角色一樣破包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些人就是犯賤 只要角色想先玩再說 我剛剛看到那個有點厲害的東西 我剛剛有沒有看到加藤主持 我看到有死在那邊動畫 而且動畫 好帥 就動畫上面來講做的是真的很好 我們剛剛看了以上三款比較香的 我們這邊來點 稍微不一樣風格的好不好 這款雖然 我覺得很多人會偷臭 我也不知道他好不好玩 但他絕對可以 名列2022年最受期待的某款遊戲 出資源於咱們爆血的那款 難道你們沒有手機嗎 各位 這款雖然爭議性真的有點高啦 我也覺得他 不一定好玩 但 他都這麼的 累積這麼久 這麼久的爆發 不好意思也是我們這個年代很多人的回憶 今天他放到手機上了 或許還是手機遊戲 你到時候一樣是用電腦版玩 但 你有可能 對他還是有這麼一時時的期待吧 有吧 這麼流暢 讓你 無時無刻 在哪 都能玩我們的迪亞布羅 你們信我 兩次說怎麼打零 到時候最早還都會宰下來玩 你們不宰怎麼湊他啊 對不對 一定是先宰下來 看要怎麼湊嘛 啊真的好玩 就耶 皆大歡喜 2022 最期待十款手遊 入圍的勇 好 再來下一款 我也icar我 已經準備好 把我的 我天來不利 command 賣多少 我嗴多少 奧丁 審判 來了 韓國卡卡有跟你做 而且聽說經費真的很高 畫面 超優值 我覺得手機應該視覺得噴不住 但我覺得畫面做得很精緻 從這邊給大家看 只是 有變身系統啊 所以大家自己 appropriately 大家看不住了就乖乖當個舞課玩家好好體驗去起畫面 喔他們說我特別這對手機橋怎麼沒有問題啊 2022最期待十款手遊入圍的勇 鋼之煉金術師Mobile Go Metal Alchemist Mobile 我是個超級鋼之煉金術師民 我覺得我們剛才已經介紹過了不一樣地方的遊戲 我們這裡該來介紹動漫畫改編的手遊 我這邊有兩款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款其實我目前看起來我對他爆還應該有不錯的信心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鋼之煉金術師 他太多IP合作都在其他地方了 在什麼神魔珠塔啦在什麼怪物彈珠啦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一個專屬於鋼之煉金術師的手機遊戲 沒有 所以這是他的第一款 然後我身為一個鋼之煉金術師2009年動畫看超過五遍的男人 我真的很期待愛德華還有阿爾芳斯在手遊上如何呈現 不過這邊我目前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這個PV 他有一點格鬥遊戲的感覺 他有一點點格鬥遊戲 我不確定他到底要怎麼玩阿 史克威爾做的大家應該也玩過不少款 剛剛我跟他講一下 如果我可以讓妮娜單進化素材 這款我一定給讚 我們先閉著大家看一下動畫 我覺得動畫做得很精神 只是有些玩法看起來是格鬥蛋他不知道怎麼格鬥吧 幹你看到這裡你們不會都寫沸騰嗎 我看到這裡我整個 這個 褲子都濕了你們知道嗎 這動畫好像這樣 欸你們覺得這樣怎麼 我覺得看起來蠻流暢的阿 只是他要怎麼做阿 他感覺是 就是我放兩到三個角色 然後可以去換角色來打嗎 就是目前看起來是有點格鬥遊戲 但我覺得他應該不是格鬥遊戲 這應該只是他戰鬥畫面呈現的方法而已 實際上怎麼玩 不知道 看起來好好玩喔 幹可是他說他會符合原作的設定 因為其實鋼鏈技術師裡面有些設定 蠻特別的 我這邊講兩個 第一個就是進化素材可能可以找人合成之類的 突破 這樣才有辦法拿到這個 這個國家鋼鏈技術師的那個 證照 第二個是 鋼鏈技術師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四個字 等價交換 搞不好這遊戲裡面不是抽卡 搞不好是直接 比如說兩當愛德華 三當 三當 三當換大總統 等價交換 課多少拿多少 那我們接到另外一款是這個 咒術迴戰的手遊 然後這款 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也很期待 遊戲畫面大家也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我個人覺得做的也不錯 畫風看起來不錯 然後戰鬥方法是 四個人 然後感覺就是跟 跟其他那種一般的那種 手機器其實沒有差 就是一般的那種 對戰力 各位 抽角色是為了什麼 你抽五條物是為了什麼 你只是為了 你自己可以 放這個大招 你才抽的 你就是為了 不過這是戰鬥方法啦 戰鬥方法的話 嗯 就蠻典型的 有人會 之後有人就這麼 啊怎麼又是這種 啊不然你要做怎樣 我是覺得今天如果是動畫 動漫畫改編其實做這類型的 現在其實比較穩啦 就是看你喜歡的角色 犯招打怪就夠了 2022最期待十款手遊 入圍的勇 反叛的魯魯修 失落物語 Code Geass Lelouch of the Rebellion Lost Stories 反 呃 反叛的魯魯修 失落物語 2019年宣布 無限延期推出的手遊 等了三年 來了 2022年初期 這幾款都是 欸我剛才講兩款幾款 這款魯魯修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沒什麼遊戲畫面 但是魯魯修 這樣好帥喔 而且卡蓮好 戰鬥畫面 目前就大概就這張圖而已 所以目前 感覺 應該不是像一般那種 機器人乾彈 然後超級機器人在那邊打架吧 應該是 可能可以犯招回合制 之類的 這個我就 目前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不確定 好 下一款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款 巫女筆記 這款應該是 今天最能代表色色的遊戲 有巫女 然後 我這邊牽不爆雷 大家直接看PV 看看他多屌 這個PV會讓你嚇到 很明顯的是這個 養老婆遊戲 享受於巫女的 戀愛 青春 效應喜劇 蛤 巫女戰鬥了 哇 直接被他鬼轉給嚇到 巫女筆記 是一款真正的末日 戰鬥題材的手機遊戲啊 而且發現嗎 敵人好像更射 2022 最期待十款手遊 入圍的勇 遊戲王 MASTER DOOR YOUGIO MASTER DOOR 遊戲王 來了 來了 各位 終於可以 在手機上玩五張牌的遊戲王了 我遊戲玩也有點久沒玩了 但其實我那時候想過 如果遊戲王今天真的出了 手機平板上 電腦都可以玩的 我不用出門跟人家打牌 因為我是個害羞的人 我可以在家裡 跟朋友一起玩遊戲王 最正統的規則 頂多大不了 多可憐 抽卡片也沒關係 走了 好 2022最期待十款手遊 入圍的勇 換塔 TOWER OF FANTASY 好啦還有下一款啦 這款我本來有放進名單裡面 但最近看了那個 宣傳的PV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小小的擔心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可以期待一下啦 好不好 換塔啦 好不好 就中規中矩啦 還還行啦 角色很可愛 還是可以期待玩一下啦 好不好 期待一下吧 期待一下吧 好啦 那我覺得這支影片應該 大家也會有自己心目中想要 2022年最期待的手機排行 在我們這支影片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期待 2022年不一樣的手機遊戲排 好不好 到時候再跟下面大家一起聊聊天 好 那我們今天這支 2022年最期待的手機排行影片 就在這邊結束啦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在這邊跟大家再預告下一集 如果這一集回想夠好 戰術夠多 喜歡記得點個讚 我下一集打算要出的是 最期待 繁中化 中文化的手機排行 馬娘等等之類的 如果這一集的回想夠好 戰術夠多 大家喜歡 我之後就來錄一集 好不好 好 大家下次見 掰掰